阿哥多多 偷蛋龙 小朋友和多多一起画一只狡猾的偷蛋龙吧 我们先用弧线画出偷蛋龙的脑袋和头部的凸起 再用曲线画出嘴巴上部 用圆形画出大大的眼睛 用弧线画出坏笑的嘴巴 再用长长的曲线画出高低起伏的身体和尾巴 接下来用长长的弧线画出偷蛋龙长满羽毛的翅膀 再用椭圆形画出他抱在怀里的恐龙蛋 不要忘了画另一只翅膀哦 最后用长弧线画出他长长的腿和大大的脚 这样偷蛋龙的勾线环节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我们先用紫色为偷蛋龙的整体上色 均匀地涂满整个身体 但要留出尾巴内侧的部分哦 然后用粉色为尾巴的内侧和脚趾加上色 最后用黄色的笔为他怀中的恐龙蛋上色 再为蛋壳涂上绿色的花纹 哇哦 一只抱着恐龙蛋准备逃跑的偷蛋龙就画好了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后面有详细的步骤图 你可以跟着多多再练习一遍哦 下一期视频中 多多会和你一起画一只脖子长长的腕龙 小朋友我们不见不散哦 那就好 感谢观看